台北市長參選的陳時中前天有發表公測全面胎患紋綿製馬桶政策 然後被埃批花而不實 然後他又在那個政策的影片中探頭盔探獨撤 然後引發拼評說是倡導頭盔想要問市長看嗎 公共廁所其實最重要的是在環境整潔衛生友善的一個廁所 尤其我非常重視我們的公共廁所轉型到友善性別平等的廁所 這也是我們SDGs在推動的不要遺忘任何一個人 所以推動性別平等友善廁所 讓管理維護能夠達到環境衛生 也是我們在往前走的目標 那這一次看到競選人用這樣一個影片 其實讓我們覺得不太舒服 好像有一點點會不會有性騷擾的 這樣一個大家不一樣的聲音的看法出來 所以其實我們在推動的政策的過程當中 我們真的要非常謹慎 尤其面對這個性別平等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要特別的提醒大家注意